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3年5月19日 今天的第一段影片 這段影片有兩件事想和大家討論 首先是關於黑暴時期在馬鞍山被火燒李白的案件 這件案件中有兩個人涉嫌在現場叫囂 導致現場局勢升溫被控以擾亂公眾秩序罪 但早前被法庭判處是無罪釋放 而律政司就此亦提出上訴 而法官及後亦表示需要考慮 我想和大家討論這件案件 分享我自己對這件事的看法 而我自己個人亦非常支持律政司要上訴 原因到底是甚麼 稍後和大家詳細說一說 第二件事要和大家討論的就是關於香港民言 香港民言近日推出了一項新的民意調查結果 而這個民意調查中竟然被人發現是偏頗甚至 主張提出台灣要獨立 甚至台灣應不應該要行一國兩制等情況 稍後會和大家詳細說說香港民言 亦會分析背後到底是在做甚麼 在影片開始前 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 讓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亦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訂閱和開啟旁邊的鈴鐺 那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的影片 好 影片正式開始 首先第一件事要說的是一個法庭案件 就是關於黑暴時期在馬鞍山被火燒的李白案件 相信這宗案件大家都有印象 亦非常深刻 而當中要說的案件不是關於李白 亦不是關於火燒李白的人 而是說在現場叫囂的一對夫婦 當日的現場畫面 大家瞇瞇瞇瞇 亦很清楚感受到 2019年黑暴時期對我們香港普通市民的威脅有多嚴重 而在黑暴時期全盛的時候 那群黑暴之所以可以這麼囂張 這麼猖狂的原因 不多不少是因為他們人多勢眾 整群黑暴衝到街頭上 甚至有人在喊喊為他們打氣 而這群人不是直接的兇手 但他們就是幫兇 而法庭早前就在李白案件中有一對夫婦 涉嫌在現場叫囂 令現場局勢升溫 甚至令火燒李白黑暴鼓起了放火的勇氣 然後做違法的事情 老實說 這對夫婦本身應該被控以不同的罪行 甚至我個人認為他們可以是現場的幫兇 但律政司那邊當時控告這兩名夫婦 就是擾亂公眾秩序罪 而及後經過法庭審訊後 這對夫婦就在法庭審訊後判處了他們 是無罪釋放的 這個結果相當氣憤 令我們難以平復心情 因為當日黑暴時期發生了甚麼事 特別是李白那件事件 我們是溺溺在目 我們很清楚知道這些黑暴的惡恨 在旁邊叫囂的人 其實他們是參與犯罪的分子 但竟然可以無罪釋放 連擾亂公眾秩序罪也無法進入 你說是否生氣 律政司同樣了解這案件的確激起民憤 亦認為是不應該判無罪釋放的 所以律政司在昨天在法庭上 開始進行上訴的程序 律政司昨天在法庭上已經提出了上訴 而高等法院在開庭審理後 法官張惠寧表示需要時間考慮 將會擇日宣判到底是否上訴 老實說 這件事我個人有一個很想和大家分享的看法 首先這件案件我絕對支持法庭或律政司 對這件案件進行上訴 首先第一 那兩名夫婦在現場叫囂的行為 不單是擾亂公眾秩序 他們是幫那群黑暴助紐違約 他是幫那群黑暴火上加油 他是幫那群黑暴在鼓勵他們做一些犯法的行為 老實說 如果沒有這群人的從旁鼓勵 沒有這群人的打掩護的話 那名黑暴分子未必夠膽在光天化日的情況下 夠膽把電油淋在一個活生生的人身上 然後對他們點火 而這些旁觀者沒有理由連一條繞亂公眾秩序也告不入 而且在黑暴時期內 這群所謂的旁觀者 就以他們和理非的身份在街頭上出現 到底他們是真正的和理非 還是假的和理非 很多時候我們在黑暴的現場中 我們看到很多黑暴分子 搞完破壞後就換件衣服出來 就跟阿sir說他是和理非 他是逛街看電影吃飯 沒有參與暴動 但不知為何他身後的地下 就是一堆無人認領的黑暴裝備 到底這群所謂的旁觀者 是不是真真正正他們口中所說的路人 很明顯不是 所以在法庭的判決中 我認為必須要傳達出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無論你是參與黑暴的人士 或者你是鼓吹鼓勵其他人使用暴力的人士 又或者你是沒有阻止其他人使用暴力 甚至你在場叫囂 激起現場情緒的人 其實更加應該將這群人入罪 因為他們是更加可怕的一群人 他們雖然沒有用自己的雙手實際使用暴力 但他們是利用了一群年青人 去告訴他們 叫他們 現在很多人支持你 你可以放手去做 當真的出事的時候 這群人就會把責任推卸出去 所以為何我這麽支持法庭或律政司 這次一定要就這件案件上訴 我們除了要還社會一個公道 更加重要的是還受害者一個公道 還李白一個公道 老實說 我相信大家看到這裏都非常氣憤 就會問一個問題 為何可以將這些黑暴分子 叫囂者都放生 是否有其他方式可以入罪 而這次控告他擾亂公眾秩序 明明他已經做了 但都可以放過他 為何法庭是否彰顯不了正義 老實說 這次警方的確是沒有辦法 就著這件案件控告其他更嚴重的罪行 當中包括傷人或暴動罪等 不夠證據 難以檢控 唯獨可以檢控的 亦是比較容易入罪的 就是擾亂公眾秩序 但擾亂公眾秩序 罪中 其實這兩個人所做的行為 單純是叫囂 如果用這個罪行 亦是難以入罪 這是我們理解的 但很有一個問題出來 法律本身的原意就是要阻止一些人做傷天害理的事情 阻止一些人做一些壞的事情 而我們法庭就是為了普通市民伸張正義 這次我們可以看到正義無法伸張 雖然那兩個人被判處無罪釋放 但他們判處無罪釋放 不代表他們是真真正正的無罪 在法庭角度 他們只不過是不夠證據 而正義來說 我們每一個市民心裡都很清楚知道 到底正義在哪裏 甚麼叫正義 這兩個人絕對不是正義 而這兩個人的判刑也不是正義 所以我懇請律政司和法庭 必須重新審理這件案件 否則將會為黑暴分子助紂為虐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 歡迎大家 下面留言說說你自己的看法 好了 說完這件事 我想說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要說說關於香港民言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香港民言這個機構 很久都沒有說過它 香港民言一直以來都是被示威 是反對派用來操控輿論的民間調查民調機構 但是這個民調機構過往很多不同的民言調查 亦都是有爭議性的 甚至被人質疑到底它背後做這些民調的目的在哪裏 而香港民言過往和大耀廷等人的關係亦非常密切 所以香港民言這次在早幾天前出了一份新的民調報告 這份民調報告叫做香港民言的台灣及西藏問題調查結果公布 大家聽到的名字就已經知道非同小可 這很明顯又再有人想利用這些民調去抹黑或製造一些輿論 我們過往也和大家說過 有些攬炒派是乞意地或甚至有些外國媒體 外國機構 乞意地去付錢給某些民調的機構 然後要求他們做一些相關數據 方便他們在國際上做炒作 甚至在國際的政客上 他們經常拿著這些報告 聲稱香港有甚麼問題 台灣有甚麼問題 西藏有甚麼問題 就透過這些報告去抹黑 所以我們必須要準確地拿捏這些報告 去和大家說到底這些報告出現了甚麼問題 首先香港民意研究所香港民言 前身是港大民意研究計劃 現在變成香港民言 他聲稱在去年6月開始啟動了一國兩制25週年中期民情總結 發表了23次報告 接下來還有兩次報告將在6月底前完成 而他在這次報告中說 他們在4月份透過真實的訪問員 以隨機抽樣的電話訪問形式 訪問了1,005名香港市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收到這個電話 我就沒有了 而他這個訪問是七百萬名香港市民入面 選了1,005人來做訪問 首先這裏我也要批評一下他 那個調查基數也不夠大 七百萬人入面你找1,000人來做訪問 然後拿了1,000人的數據 就說是你自己的真實數據 這個我個人認為不可信 他就說了 這個報告中寫了甚麼 我給大家看看問卷調查結果 他就說 在兩岸統一的信心正面比率是40% 兩岸統一信心負面比率是50% 而贊成台灣重新加入聯合國的比率是45% 反對台灣重新加入聯合國的比率是40% 認為一國兩制適用於台灣的比率是40% 認為一國兩制不適用於台灣的比率是44% 贊成台灣獨立的是25% 反對台灣獨立的是62% 贊成西藏獨立的比率是22% 反對西藏獨立的比率是58% 這些數據不僅僅說出他今年 他亦對比了過去五年做訪問 然後得出的比率當中的差距有多大 我們看回他好像說兩岸統一的信心差距 其實他們計算的數據是比過往有信心的比率是有所增加 沒有信心的同樣都有所增加 而另外就是贊成台灣重新加入聯合國的比率也有所增加 而另外贊成台灣獨立的最新變化的正比率也增加了4% 而另外贊成西藏獨立的正比率變化也增加了16% 這裏就很奇怪 為何這個民調報告看來看去都好像說到很多人去支持台灣和西藏獨立呢 好了 這裏我提出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如果你說台灣人贊成台灣獨立那些東西 你是去訪問台灣人 我可以理解台灣人民被蔡英文洗腦所以會出現這個數字 好了 你帶西藏獨立 你沒理由去西藏問到人 香港文言這班人全部回不了大陸 想來想去都想不明白 好了 我看看原來他的封面那句話才是經典 他的調查方法是透過真實訪問員進行電話的隨機調查 而他的抽樣對象是十八歲以上粗粵語的香港居民 這就絕了 你問香港居民贊不贊成台灣獨立和西藏獨立 那是怎樣 怎麼會有香港人清楚知道西藏什麼實況 而你同時又要提出我支持還是不支持 然後還要提出一個比例 香港人支持台灣獨立和香港人支持西藏獨立的比率 比過往有上升的趨勢 這是甚麼玩法 老實說這個民調我看不出它的真實性 但如果說到要用來抹黑 要用來做數據 用來給外國的政客 外國的媒體 用來努屈中國 抹黑中國 甚至針對台灣問題 西藏問題 新疆問題 香港問題 用來大延報道做文章 這個民調就非常合適了 因為它絕對可以成為西方正棍的武器 這個香港文言這份報告 我不知道它出來後 它本身的願意是想怎樣做 但我看不出這份報告對於我們香港有甚麼幫助 甚至我有合理懷疑 我覺得香港文言牽涉到違反國安法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說說自己的看法 好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肥仔傑影片的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給我一個Like 分享這條影片 等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的訂閱 開啟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